把它卸载掉 现在我就是怀疑啊 卸载不掉 实际说是能卸载掉 实际并没有卸载掉 我就想问二位专家 就是说有没有什么办法 就是说在不破坏 我这个操作系统的情况下 把它彻底给卸载掉 好 谢谢啊 好 感谢北京的王先生 电视观众 是的是有办法卸载掉 对 工信部的话 我觉得不可信 因为如果他说可以卸载掉 他为什么要给你装 他让你自愿装就可以了 那么但是呢 事实上就这个绿霸出现以后 只有这几天 这个已经有人设计出 这个解除掉 卸除掉或者解除掉 这个软件的这个新的软件 那么你如果能够 越强到海外的网站上 你可以下载 或者呢 我相信不久将来 就有人会把这些软件 是送到这个中国国内 所以等得好消息吧 刚才您提到一个很有意思 你就是说既然可以允许卸载 为什么就不让老百姓 自己去免费的去下载 事实上呢 刚才您也提到 中国政府花了四千万元 买断了这个一年的这个使用权 绿霸的一年的使用权 让社会免费的 全社会免费的去上网 去下载 那我根据官方的统计 截止2009年5月底 全国有一百多家网站 提供免费下载绿霸软件 这个服务 已经有七百多万人 已经做了 做这些事情 已经下载了 就是说他们 既然 我在问这样的问题 既然用户很容易的免费下载 对吧 这么多的网站 一百多家 包括中国最大的一些网站 那么为什么 工信部还是觉得 有点是不是有点不放心 一定要在出厂前 电脑上一定要安装这个 这就是像刚才 那个北京王先生说的 这就是区别这个专制国家 和一个自由的民主国家的区别 他事实上他在这以前 你看这七百万 其实数字很小 因为你要想想 中国网民有多少 这几十倍之重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可以看出人们 自愿的人们的 这个百分比是非常小的 所以他就要强制装这个 可是同时呢 你要想 在一个自由的国度里面 他是不会让你这样强制的装 所以我觉得这个 最明显的表现了 专制国家和一个 自由国家的区别 魏先生 这个不良信息 北京的第一位王先生 说到这个不良信息 应该由谁去决定 对啊 这个法律上是怎么说的 也没有说色情 这个应该是个人的权利 法律没有规定 就中国的法律 也没有规定说 你不能得到什么信息 没有说是非法 你都说你反而言论 你不许你说 但是呢 有人说了以后 不能说 你不能听 你听了也犯法 这个有点过分了 对不对 实际上他这个绿坝的 最大的特点 就是侵犯你个人的权利 你个人的选择权 没有了 你的隐私权也没有了 刚才那个 我想有一位先生就说到 这个实际上 就是专制国家的一个特点 另外呢 我在网上看到 很多网民指出 其实可能还有背后的 全钱交易 就是这个东西 已经可以随便下载 为什么还要强制 政府还要花四千万 去买下来 免费使用呢 人家大家很多人说 这背后有全钱交易 也许我们的听众观众 可能在这方面 有什么内线消息 北京的李先生 是我们的网民 请您发表您的高见 或者是提 向我们家民提问题 您好 请说 您好 是我在说话吗 北京的李先生 您好 这时候在6月18号 那个北京 那个我们中央台的 那个 昨天访谈节目 有个叫高野的 就是对 和发出了一些 那个看法 后来从网上查吧 这个高野是 中央电视台的 焦点访谈的 工作人员 我就问 在美国 如果发生这样的事情 一个媒体 用它本身工作人员 去攻击另外一个媒体 在美国会有什么后果 请您讲讲好吗 请您讲一下 好的 北京的李先生 两位听清了问题了吗 听清了 好 魏先生 那个这个 用自己的工作人员 来冒充那个观众 这是一个非常 不道德的行为 前一日德国之声 发生了这么一件事 就是有一个 非常亲共的那个 播音员 编辑吧 受到大家攻击以后 没有人愿意替他辩解 他为了替自己辩解 他自己冒充 听众 然后在台里头 做了一个节目 好像是听众来反应 支持他 结果这个事情 被发现以后 他立即被撤销了职务 不过我们今天的题目 是中国的 英特网的封锁 与反封锁的较料 我们希望中国的听众 观众 还有网络的用户 就这个问题 发表您的看法 吉林的林先生 您好 您是一位电视的观众 请说 小平好 请好 您好 请说 政府区 那个次序之 封堵色情内容是假 拦截所谓的不良信息 是真 那么什么是不良信息呢 共产党因为那些负面新闻 批评共产党的言论文章 经外网站 总而言之 一切损害党的形象的东西 都称之为不良信息 如果共产党啊 真的为青少年招想的话 那么为什么不取消 社会上的一些色情服务场所呢 诸如洗头房 按摩院 竹疗 现在就连宾馆 旅店 浴池 都在从事色情服务行业 难道未成年人就不知道吗 这些地方在干什么吗 难道未成年人就没有光顾吗 所以我说呀 政府强制安装所谓的过滤远件 就是前置一面的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 这才是共产党的本意 好 谢谢主持人 谢谢吉林的林先生 你提出一个很好的问题 为什么政府不关闭那些营会的场所 我希望有中国的官员 也给我们打电话 就官方的立场进行解释 不过我们现在来接听一下 湖北的马先生 电视观众马先生打的电话 马阳您好 请说 喂 您好 请说 上个星期我想登陆反绿霸的网站 看看网友们的评论 我在搜索 结果那靠前的 那位只能点击进去 发现很多网站打不开 后来好不容易打开了一个网站 我 这是反绿霸的网站 我进去 留了言 我说 看来这个中共啊 要与中国网民较量到底了 我另外想说的是 在动态网上 有现在六八的软件 好 再见 好 谢谢你啊 湖北的马先生 刚才听众提到动态网 还有较量 我想问一下 这个黄自平女士 您在这方面也有蛮多的经验 我想知道一下 从 据说是从2001年就开始的 这个较量 就是中国的这个 长城啊 或者是 金顿啊 或者也好啊 跟动态网这个对 对 对峙 我想知道一下 这么多年来 这个政府现在在封锁 英特网方面 有哪些进展 或者是新的方法 那另外一方 动态网呢 又怎么样去 帮助网民突破封锁呢 这个事实上 有关的这个方法 不光是动态网 它还有几个 比方说比较著名的是 无界网 这个花园和世界通 火凤凰 他们都可以做到这一条 那么这些年来呢 它基本上一直处于一个 到高一尺 摩高一丈的这个状态 双方都在较量之中 但是呢 为什么现在有了这个 绿霸出现的原因之一 也就是因为 这个金顿工程 化了十几亿开始 不成功了 对 那个他们现在结成一个联盟 叫网络自由联盟 所有什么火狐狸啊 这些动态嘛 他们都结成一个联盟以后 好像金顿工程 就永远处于下风了 就是人家永远能破它的 它永远挡不住 就是你要有些人 想破它 它永远挡不住 这是可能后来又搞出 绿霸来安装在人家家里 电脑上的 它可能安在家里电脑 才能挡得住 这是一方面 您觉得怎么样 就是说如果 它在家里强硬的安装 安装在你购买的电脑上面 有了绿霸 那么是不是即使你有代理服务机 也没办法翻墙 我觉得这没有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 道高一尺 磨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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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磨的状态 而且很快的 我们已经比他们快了 几天之内就设计出一个软件来 破 杀掉它 杀掉这个 实际上就是我给你讲一个很有趣的数据 就是关于我们基金会的网站 就是魏金森.org 这个网站 这个网站是绝对在中国政府一流的控制 结果呢 他们实际上有一次 一下子进来十几倍之多的这个访问量 都是从中国大陆来的 所以他们有办法进入 有办法一下就破掉了 魏金基金会的这个网站 那就是说从 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跟我们的听众观众 还有网友分享一下 就是说安全的分享一下 就是怎么样能够翻墙 有些哪些具体的做法 也许不是非常具体 也许没有名字 但是呢 给他们一些方式 或者是一些 一些想法 当然了我们也想谈谈中国政府 这方面的做法如何 所以我们先能不能先讲一下 如何这个就是另外一方 就是反风格的一方 究竟采取哪些具体的方式 具体的方式 比方说他各个方法的都列有不同 那么事实上最成功的一种 比方说我刚提到 写的什么东泰网啊 什么无界啊 这个花园火凤网之类 他们各有区别 但是在过去的情况下呢 是这些网站呢 这些软件呢 就是你可以找到这个相关的软件 这些软件呢 就是在这个 就是说在很多的海外很多网站上都有 都可以下载 那么最重要的一种方法呢 就是说过去动态网 最成功的就是动态网 动态网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他那个IP的地址啊 每个计算机都像每台电话一样 有一个专门的号码 这个号码是不定的 那么而是定住的 那么如果在过去呢 他有这个金顿工程的情况下 他看见你这个地址 他就把你给封掉 那么他这个动态网的意思呢 就是说他重新给你设置一个假的 不断变化的 每隔一分钟就变化一次的这个地址 这样一来呢 你就没有办法封住了 然后绕道你就可以进去了 所以这是为什么 他说好 居然是被动的封封不住